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71年农曆正月初 拿掌腳王錦玲 管閣華夫婦去銅鑼灣找陳潔瑜拜年 不過這麼久沒反應 王館夫婦立即打電話找九龍的周安琪 因為周安琪是陳潔瑜養女陳瑤光的好朋友 只有她熟悉陳潔瑜的情況 當周女士趕到銅鑼灣找人打開訪問的時候 發覺陳潔瑜說我地上已經死去多時了 不過在舉安催葬之前 周、王館等人都不敢報警 很擔心警察會追究死因 那就引起臺灣方面的注意 然則陳潔瑜究竟何日逝世 什麼病是不是預謀他殺 還是保健藥品中毒 真是沒人知道始終是一個謎 他從孤單中來又從孤單裡去 原本情深奈何原淺 盡世淡淡的樂業經不住風吹雨打 長夫人陳潔瑜的悲情人生正在繼續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 國內外形勢錯綜複雜 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思考如何扭轉動亂 再運用統戰的工作消災解難 一九六一年周恩來試圖溝通台灣方面的關係 恩選了幾位高層人士作為信使 第一個就是張時超 他在香港為兩岸架設一座橋樑 第二個就是師母陳潔瑜和蔣介石的結拜兄弟 王夫的遺霜宋逸雲 陳潔瑜抵達香港之後 在銅鑼灣百德山街租到一間屋 埋名隱姓 靠穩麻雀腳充當伏線觀察台灣的情況 不過陳潔瑜抵達香港的消息很快傳到台灣 蔣經國得到情報 親自來香港見這位 狗別的上海媽 關愛有價 在九龍太子買了一層公寓 安置陳潔瑜的生活 並競爭美悅 廉表巧度 不過就不爭國史家史 只是關懷上海媽的結構 亦都提供很多保健藥物 陳潔瑜究竟何許人也 竟然受到蔣經國如此禮遇 而陳潔瑜僅僅是被蔣經國大五歲 但被稱為媽媽 即是上海話是媽媽的意思 難道兩個人之間有個母子情緣嗎 答案是肯定的 事實上陳潔瑜確實做過蔣經國的後媽 不過這樣就要追溯到陳潔瑜和蔣介石一段感情狗角了 正因為這樣 這段經歷 陳潔瑜才會孤單裡來孤單裡去 淒然煙目在香港一遇 提到蔣介石的夫人 相信大多數人都會想到宋美玲 但宋美玲只不過是蔣介石其中一位夫人 排第四 前面還有三個分別是毛福梅 姚野成和陳潔瑜 毛福梅和蔣介石屬於包辦婚姻 姚野成是蔣介石的妾侍 而和宋美玲的結合 很多人看來只不過是結政治婚姻 唯獨陳潔瑜和蔣介石的愛情 就好像美麗燦爛的仙花一樣 不過死就好像抽搐了他的情味 陳潔瑜組織寧波 原名叫陳鳳 語名叫阿鳳 05年出生在一個紙箱之家 去過蔡元培創辦的上海外國女子中學 讀書 據這本書《我做了七年蔣介石夫人》所說 未滿十三歲的陳潔瑜身材瘦長 前額縮著很濃密的瀏海 幾乎遮著眉毛 後面的頭髮縮著長邊 垂在背上 皮膚潤滑 面旁清瘦 不過嘴比較大 牙稍微有些凸露 下巴骨比較方 看起來不僅13歲 好像18歲 阿鳳有點自卑 不過老師告訴他 所謂相貌特徵 不僅沒有減少 而且增添了他的容貌美好 好朋友朱仁明 即是國民黨大佬將正剛的族意 更直言不惟 蘿蔔青菜各有所愛 不同的男人有不同的品味 蔣介石就是喜歡阿鳳這組意 1919年暑假 某一日 孫中山帶著蔣介石 大季徒拜訪張正剛 在張府邂逅了阿鳳 在他第一印象之中 蔣介石是中上身材 體型略秀 頭上光秃 額頭稍微突出 下巴比較闊 鼻骨短一點又直一點 講話的時候 口音不太清 顯出彼牙 深沉銳利的眼睛 還有 嘴唇相當動人 32歲的蔣介石 對十三歲的阿鳳一見忠情 居然在張家大門口 就問人家拿地址 十三歲的少女阿鳳 何時見過這個場面呢 一時很害怕 於是特意給一個假地址 然後就走了 阿鳳以為 這樣就擺脫這個不足之客 誰知道這個不足之客 是有心不計的人 蔣介石後來 居然都仍然找到阿鳳的家 不過 阿鳳的媽媽對蔣介石 就不太客氣了 她說明 我女兒年紀還有 讀書 加上你蔣介石已有妻妾 不足以託付終身 當時的蔣介石是個無名小卒 沒有固定工作 每天在上海證券計業所 炒一下股票 游離浪蕩 阿鳳和阿媽對蔣介石自然很不放心 不過蔣介石也留意上 一如在政治鬥爭之中 長壽戰武 追女仔的手段和拍力 亦都一點都不差 有一次在張家俠路相逢 蔣介石逼著阿鳳表態 阿鳳終於答應和蔣約會 不過第一次約會 蔣介石就帶她一間旅館開房 阿鳳非常之驚恐 奪門意圖 此後蔣介石不斷打電話 令她心神不靈 不過阿鳳越抗拒 蔣介石就越欲罷不能 1921年 阿鳳的爸爸心臟病發離世 舉喪的時候 蔣介石竟然不請自來 披麻大校來到吊喪 還向阿鳳表明說清楚自己妻妻的情況 發誓永不扶心 拿一把刀 對她發誓說 我定將用我的鮮血 為你寫下一篇 永愛不憂的誓書 此舉嚇到阿鳳連聲大叫 麻煩你請你不要把刀放下 我信你了 最重要是你放下刀 這樣的情況下 在張靖江夫妻的再三撮合之下 以及蔣介石的猛烈攻勢 阿鳳的媽媽最終都同意了 蔣介石對女兒的求婚 阿鳳也交出自己一個心 此後蔣介石為阿鳳改名叫做結餘 寓意就是順結脫俗 風雨同舟 生如下花 享婚後甜蜜生活 七人之養 風雲突變 誓言終被風吹雨打去 蔣夫人秦潔儀的悲情人生 正在繼續 1921年12月5日 上海永安大樓大東旅館的大熱客廳 掛了張庚杰彩 紅酬起將 顯得喜喜揚揚 蔣陳兩人的婚禮在此舉行 婚禮的形式半世半中 當時的陳潔儀十五歲 蔣介石三十四歲 雖然年齡有個差距 不過女的那位穿著淡粉紅色的 雙金銀花的結婚禮服 和一身深藍色長袍 外奏黑段馬垮的蔣介石 站在一起都挺浪才女貌的 新婚之夜 蔣介石對陳潔儀套路三個心願 第一 要陳潔儀做她的老婆 第二 要贏得孫中山的信任 將來做她成計人 第三 要成為中國唯一的軍事領導人 並且要將全中國統一 在一個中央政府之下 顯然第一個願望已經達成了 但第二和第三個願望 對於當時只不過是一個 股票經紀的蔣介石來說 聽來好像有點八百日夢 不過和陳潔儀套路分後的短短幾年 蔣介石竟然實現了這些八日夢 中國人有所謂王夫一說 本來是說古代的封建思想 就是說女孩子如果讓男孩子 即是讓丈夫事事順利大富大貴 就叫做王夫立 按照這個說法 陳潔儀也可以為王夫的殿 陳潔儀陪伴丈夫幾年之間 蔣介石從一個默默無名的股票經紀 搖身一變成為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委員長 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新婚無奈 新婚無奈 蔣介石就應孫中山的要求 舉家南下廣州 1922年陳廣明後庚大元歲虎 蔣介石和陳潔儀冒險登上永峰南 陪伴在再度成為流亡者的孫中山身邊 此後蔣介石領導東征西征北伐 以及蔣介石幾次重大的政治風波和磨擦之中 陳潔儀都形影不離生死如共 陳潔儀作為蔣校長夫人 蔣總指揮夫人 蔣總司令夫人 一時無人不曉 根據李宗仁所說 他和蔣介石換帖結拜兄弟的時候 蔣介石在金蘭帖上簽名 就加了一條尾 叫做妻陳潔儀 陳潔儀也沒有令蔣介石刁面 他中英文區間 各種社交場合由人有餘 結識一班國民黨的君政要員及夫人 包括大家都熟悉的廖仲海 何香營夫人 汪精衛 陳碧君夫 不過歷史的真相通常都有點迷霧 現在很多歷史的資料研究者 就質疑陳潔儀和蔣介石分禮的真實性 根據蔣介石的日記 1921年12月5日 離開他媽媽沒事退世沒多久 當時蔣介石還在浙江奉花首效 又怎可能分身去上海參加婚禮呢 還有一說 陳潔儀和蔣介石的結婚細節很多 是來自陳潔儀梅憶錄 而這本梅憶錄 是由陳潔儀口述唐人整理成的 可能很多水分 大東旅館的婚禮 究竟是否真的呢 至今仍然縱雪紛紛 莫充一時 不過陳潔儀仁的真摯感情 在他們交往的信書之中 我見一斑 我最親愛的妻 我已要抵莫斯波 這類的海關非常嚴格 我的行李都被徹底搜查 令我最驚訝的是 這類的歐洲風味 於是都與亞洲不同 我真想 假如此行李能一路陪我 多麼好 附上兩張照片 請注意 我身上穿的 是李給我的那件披風 那就是說 我想念你 熱愛你的戒石 1923年9月2日 十日之後 蔣介石又被陳潔儀寫信了 開台就說 我最親愛的妻 付奉在莫斯波拍的幾張照片 你會高興 看見我尊重那件披風 其意義就是我愛你 蔣介石和陳潔儀的關係 在國民黨黨史中 向來被視為敏感禁區的檔案 不過 根據美國史丹福大學 胡佛研究所 2006年首批對岸開放 蔣氏27年至31年的日記 蔣介石本人確實記載了 他和陳潔儀親密生活的記事 蔣的日記 首見潔儀是1922年11月27日所記載 下午訪潔儀 其後 日記出現潔儀的時間和頻率 越來越多 當年蔣介石率軍不法 還不時寫信 寄照片給老妹 即是陳潔儀的原名 表達詩年 陳炳明半變之際 蔣介石和孫中山的電報吹速 雖然還置身上海 他還寄下 萬 與老妹並坐汽車 遊覽夜景 已越難無法解救 遼已寫我優異 1925年陳潔儀去廣州 4月18日一朝早 蔣介石親自去碼頭迎接 結果接不到 當然非常失望 不過翌日早上他再去 終於接到愛妻 非常高興 他絲毫都沒有責怪 昨日失落的一回事 同年11月 姚野城帶蔣偉國去廣東 陳潔儀又剛剛在山頭 蔣介石陪著姚氏母子路過的時候 很怕兩個夫人相遇 會引起陳潔儀不高興 他在日記上 上午同野城將經散 心殊平平 恐潔儒不悦也 寵我之情日於言表 不過陳潔儀的甜蜜生活 始終是短暫的 當有一個新人叫做宋美玲出現的時候 陳潔儀這位舊人 離開被拋棄的時間也不遠了 新人笑舊人哭刺破美麗泡 愛愁不潔於心 情到心處人孤獨 昔日風雨同舟的抗禮 最終傷亡於江湖 蔣夫人陳潔儀的悲情如真 正在繼續 1927年9月2日 經過十四個日夜的海上漫長遊行 陳潔儀等人乘坐的潔克遜總統號郵輪 終於見到美國譚香山 碼頭上擠滿了很多歡迎者 中華民國領事館官員 國民黨支部黨員 以及華僑打出大幅橫押 上面寫著大字標題 中國國民黨譚香山忠實同志歡迎 蔣夫人大會 在中外記者面前 陳潔儀頸上掛著美麗鮮艷的花環 成為真正的貴賓 她笑容可悟 回答中外記者的角色問題 樂樂大方 又和前來的歡迎者合照留念 美國的報紙 大蝙蝠登著長夫人的照片 和來美國留學的專訪 不過陳潔儀的喜悅 還未淡去 一場突如其來的分辨 撕開的內心最後的堡壘 1927年9月24日 中國第一大報新報 在頭版黑言刊登一段 蔣宗正聲明的啟示 傳聞如下 各同志對於忠正家事 多有來疏質疑者 恩美及騙蝠 特供告如下 民國十年 懸悔無事 與忠正正式離婚 其他意事 本無分約 現正與忠正脫離關係 現在除家有兒子外 未有妻女 為傳聞失實 疑之謠惑 尊此奉覆 這一則的聲明 在《新報》連續登了一個幾星期 蔣介石在聲明之中 只承認無福媒和她有個分約 而她的另外兩個女人 陳潔儀和姚野成 並無分約 即不是她的女人 因此也無妻女 意味著蔣介石和陳潔儀是無無瓜葛的 可以想像 陳潔儀遭受這樣當頭一辦 無異於晴天霹靂 幾次上朝海自殺 得到身邊的人 拉住圈了才無成功 陳潔儀真是 這一場好像鮮花那麼燦爛的婚姻 為何說沒了就沒了呢 蔣介石委託杜月生臨行田 給了陳潔儀十萬元的旅行費 丁足陳潔儀要好好學習 回國後可以更好地進到總司令夫人的職責 不過 蔣的真正義務是為了擺脫陳潔儀 以便宋美齡結婚 果奇不然 同年的十二月一日 蔣介石如言已上 宋美齡在上海巡行婚禮 令陳潔儀很不明白的是 為何蔣介石要拋棄自己 領取宋美齡呢 同樣是一九二七年 幾經浮沉的蔣介石 終於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 掌握全國最高統治權 但是圍繞國民政府的千刀問題 設在南昌的北法軍總司令部 和設在漢口的國民黨中央之間 發生激烈的衝突 為了要拖垮漢口政府 蔣介石聽從孔祥禧、宋愛玲的圈告 開始籌劃和宋美齡的政治婚姻 以換取宋氏家族的財力支持 於是在九江 不過,蔣介石第一次開口 向陳潔瑜披露自己這個 所謂政治婚姻的計劃 他要求陳潔瑜從他的長遠前途考慮 自我犧牲去美國留學 退讓五年給宋美齡 等到中國統一大力完成之後 蔣介石掌握國權之後 就恢復和陳潔瑜的夫婦關係 自今天起五年之內 必定恢復與結余的婚姻關係 如果違背誓言 沒有將他接回 祈求我佛將我擊斃 將我的南京政府打成品碎 如果十年、二十年之內 我不對他履行我的責任 祈求我佛推翻我的政府 將我放逐於中國國外 永不許回來 說他命名之中有天意 一九四九年 蔣介石政府被推翻 敗走台灣 自此還未回到大陸 但是當時陳潔瑜看到蔣介石 對這件事蓄謀已久 世無更改 只能夠相信並且服從 以及聽從蔣介石的所謂安排 同意去美國留學 對他來說 蔣介石的承諾 不過都是很好看的泡沫 一督就穿了 陳潔瑜出國時年方二十出頭 由於慘遭婚姻悲劇 始至終生不再嫁人 而且終生未育 他在自尊之中表示渴望安穩平定的生活 不過洪心撲撲的蔣介石顯然不是安於現狀的男人 陳潔瑜是典型的傳統女性 有自己的局限 而致勇相傳的宋美玲 無疑是對蔣介石開拓示謠發揮很大的作用 為了負五年之約 陳潔瑜在1933年回國 定居於法租界呂班路的巴黎新村 化名叫陳路 將養女陳瑤光摺到身邊 母女相依為名 共渡時光 到上海之後 陳潔瑜給蔣介石寫了幾封信 他說他已經回到上海了 不過蔣介石不可能再來見他 雖然對他的生活仍然相當關心 收到信之後 立即批了五萬大洋送給陳潔瑜 顯然已經是傷亡於江湖 只剩下錢財 1961年孤獨無依的陳潔瑜移居香港安度晚年 對往事他守口如瓶 他在香港結識的朋友和鄰居 幾乎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六二年七十五歲的蔣介石 派大季徒之子大安國抵達陳潔瑜家 將蔣介石一封親筆信交給陳潔瑜 信裡面說 朗色風雨同舟的日子裡所受照忽 未嘗須如去懷 他還讚陳潔瑜為人一向溫良敦厚 1971年陳潔瑜走完人生旅途之前 為蔣介石寫了最後一封信 也可以說是決別書 他將屈結在內心的哀愁 和對蔣介石的情誉 傾途於信中 他這樣寫 三十多年來 我的委屈為君之之 為了保持君等國家榮譽 我一直忍受著最大的自我犧牲 同年 陳潔瑜淒然離開人世 終年六十五歲 陳潔瑜和蔣介石共同生活了七年 不單止是蔣介石個人政治生涯中 最值得回味的大喜大樂年代 同時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 大動蕩、大改革的重要時刻 陳潔瑜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青春歲月 奉獻給蔣介石 結果 是不得不把自己的男人拱手讓給另一個女人 而且 為了這個男人的權威和名譽 他還要訴受世人白眼 而不能自我辯解 從這一點來說 蔣介石遇到的這個女人 是高大的 陳潔瑜說 她曾經因為蔣介石的愛情快樂過 亦痛苦過 亦掙扎過 不過最終 再美麗的紅顏 都化為塵土 留給歷史一星彈色 好了 感謝各位收看本期《香港故事》 我是陳潔瀾 下期見 近日 公文 eros 約